全国人大代表红维民生日派对 至今追踪到超过200人出席 中共人大港区代表红维民 在1月3号举行生日派对 有十多名港府高层 20位立法会议员出席 却爆出有确诊者 让这场生日引起外界关注 网络流传照片 红维民以及其他宾客 在飞进时期间没有佩戴口罩 还被揭露有宾客 没有使用当局规定的 安心出行程式记录行踪 被外界质疑是执法犯法 引发香港舆论踏罚 从整件事就看到 整个政府的团队 没有了纪律 入境处长连续两次 都没有用安心出行 都可以当没事的了 我觉得林郑月娥 是不是已经对某些部门 已经没有控制权呢 我觉得这个也都值得我们去留意 红维民生日派对当天 有多位新任的议员出席 外界解读是为了 向身兼玄伪的红维民谢票 美国之音报道 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分析 指出红维民是香港根正苗红的政治人物 背后代表的是某些中共势力 反映当前香港官场已显著中国大陆化 而港媒报道生日派对上有两名确诊者 出席派对前曾与另外三人聚会 但港府公布的聚会地点甘诺道西115号 却找不到地图资讯 港府警称是私人地点 10号凌晨公布的强制检测名单中 也没有纳入甘诺道西任何地点 肯定就有很多千万里的利益在背后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也都 令到这些利益 或者这些所谓在新闻视线背后的一些 另一个世界的 另一个現实的操作 更加清楚给香港人 我相信这个会对特区政府的管制 或是都会扣成一些很负面的影响 洪卫民生日派对被戏称是洪门宴 事件加深了香港民众对港府不信任 外界也关注是否将进而影响 特首林郑月娥连任的可能性 新团亚太电视综合报导